我們這次的拍攝在日本也是前所未有的 為了事情感受而不計代價 這次《唐探3》的拍攝頂選在東京 我們會讓《唐探》這個系列更風格化一點 這次會給大家帶來比之前更加升級的 從案件上來等等 日本是一個比較適合本格推理的一個國家 這個城市的格調會非常大 先不管它了 塑索不住 因為有很多奇妙的部分 日本的好處也有很多 監督們也有很多在日本的地方 我們這次拍攝了很多前所未見的一些地方 比如說秋葉原 澀谷 金蘇 這些地方它以前在電影裡出現的東西不多 《唐探3》會非常地震撼力 把整個東京凱丁車的鏡頭更現給大家 這場戲是一個部分 《唐探3》會是國際化的 《唐探3》會是國際化的 色谷一個紅燈對過 三千多人到四千人左右 所以這次用了大量的群眾演員 《唐探3》會是大量的場景 所以我當時一直記得說 在紐約時代廣場很多年沒有這麼跑過班車 但是在日本的澀谷這麼瘋狂的拍攝 可能是之前都沒人幹過 我們要保持這個造型嗎? 對 還好我有充許功了 在國外拍中國電影蠻有成就感的 但是拍攝真的太不容易了 剛盡狀態看了過來放行 秋葉原只給了我們兩天 第一天還比較順利 但第二天的時候下雨了 但那個時候總是有一種執念 我認為能把它拍完了 後來半個小時就不下了 我們就把這戲給拍完了 隨著這個系列 我自己也在成長 《唐人街探3》 大家一聊之外 很多這些新穎的東西 當你們覺得 這個已經是最好的時候 我們可以告訴你們變更好的 素晴的作品 我會覺得這個作品 我覺得這個作品 好像是中國 我覺得 真的有希望 我希望《唐人街探3》 最後呈現出來的話 大家是陳慶式的 因為東京它就是那樣的一個都市 我們是更戲劇反映給觀眾 它更接近於大家認同的那種感受 為止